慶祝中華民國113年國慶 三大塊藍色看板 矚立在總統府前 國慶大會主舞台雛行已完成 不踩過去紅白色系 改用藍色為主軸 字體白色 旁邊在點綴金色煙火 韓院長第一次主辦國慶大典 然後基本上很多中華民國的元素 重新回到國慶大典裡面 對於藍軍的支持者來講 當然是很振奮的一件事情 就目前我的了解 我知道的委員 大家問幾乎都是要去的 不然我在內容 蔡總統時期幾乎不出席的 國民黨立委 據悉黨團也要求委員們多參與 黨主席朱立倫也將同情 但往年都會出席的柯文哲 目前仍深陷金華城圖利案中 26號還被第四度提訊 若提前被起訴 有機會參與 若沒有 只能繼續被羈押到10月底 這民眾黨立委 會不會趁出席時跟總統表抗議 還是乾脆 走不去 黨團圈體的成員10月10號都會出席 賴總統他隨時只要他願意 他都聽得到我們的聲音 那如果說他繼續的 剛閉自用蠻橫下去的話 當面跟他講 我看他也聽不進去 還有台北市長蔣萬也可能參與 而為歡慶國慶北市街頭 更提前一週掛國旗 很高興能夠在虧多年之後 國慶晚會回到台北市舉辦 很歡迎所有的民眾 來到台北 走進大巨蛋 一起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民進黨執政下的光輝十月 國民黨難得一片雀躍 TVBS新聞李國正去換柔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